瑞穗乡社区发展协会推办的公益福利市集活动广受各界肯定 在农历春节的前夕也特别开办了开春以来的首场公益义卖市集之外 更将受助范围扩及到临近的瑞美以及瑞良村的独居弱势家庭 也期盼抛砖盈域 让社会弱势族群也能够感受到年节的温暖 为了捐助并照护社区独老以及弱势家庭 瑞士乡社区强大的婆妈姐妹们展现好厨艺 端出各式各样小吃来响应 料好实在又好吃 也吸引了大众来购买 这也是自己做的 这也是自己做的 全部都自己做的 不仅如此 这位大哥和家人拿出爆米花机 现场爆爆米花 不仅大人就连小孩也抢着买来吃 以支持社区这一场公益市集 现场气氛热烈 对 你喜欢吃吗 喜欢 喜欢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爆米花 白色的 若是将社区发展协会 又建于社区独老若是家庭 缺乏关怀照顾 从111年开始推办公益福利市集 将所得全数作为公益来捐助社会弱势 从一开始送40户的农会礼券 图书券 反光背心 还有一次全数捐助给社区陷入困境的单亲妈妈等等 但每一场都制定主要服务捐助的对象 受到各界的肯定 因为我们卖的东西 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社区的妈妈自己做的 我的社区志工 这社区的志工是非常强大的 单单志工群就18个 都是很会做 而且每个手艺非常好 那其实这社区还有一个地方是城市商店 在最税国小的操场对面 每天都是有开放的 那里面的物资二手物资也全部都是大家捐出来的 这个收入也是都拿来做 集能救助啊 做一些我们做一些公益 社会福利 从开门至今共8厂的公益福利市集 社区协会最高益卖将近4万多元左右 而平均每一厂也有超过2万元的益卖所得 而今年新春第一厂 除了为社区独牢购买年菜 更将捐助范围扩节到临近瑞美 以及瑞良等村需要帮助的人 社区协会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让社会弱势族群也能实质感受年节的温暖 记者是玉兰 瑞士采访报道 建结草 建议